你今天太帅了 我要是个老太太 高低嫁给你 老太太从哪到哪 我年轻的时候更衰 要不是头发掉没有了 我能迷倒一片老太太 那我倒没看出来 你闻一遍 那黄奶奶这么出来 小米粒去接下来 太好了 我跟你说 孙子 那黄奶奶今天要是同意了 我打算今天就和他办了证 明天就背酒席 受了礼就入洞房 你取什么不笑话东西 这不替你高兴吗 看我不知你咋样 孩子处了不少力 爷爷 你看 你的第二个春天 马上就到了 头一个春天 后面就到了 你看 一会儿黄奶奶和小米粒一来 就是你一事一成 你就得帮我了 你还年轻 你着什么急 你不着急我着急啊 咱俩现在就好比两锅水 你那锅烧得滑滑开 我这边还巴巴两人呢 孩子 我知道了 我和那黄奶奶成了之后 我全力的帮你啊 今天就是我这锅水不开 我也把你那锅水哈 少量 咕咕咕咕咕开的帽泡 够哥们意思 不客气 爷爷 我感觉啊 今天这事咱俩都能成 必须的 要是都成了 那可真是比翼双飞 郎才女帽 夫妻爽爽 把家还 客气 郎子姐 快走啊 来了 欸妈呀 这么老多人呢 不好意思了 老王啊 让我来吃饭 吃饭就吃饭呗 还让我穿这身大伴 哎呀 真挺累 小米粒 你说咱吃个饭 有必要整个兴师动众的吗 哎 黄一震就不懂了吧 我们啊 管这叫cosplay 什么勒 cosplay 穿上挺累 哎呀 你都看出来了 我穿这个是挺累 哎呀 不是 怎么说呢 这是我们年轻人的一种时尚 也叫做节色扮演 哎呀 吃个饭还得扮上 真挺累 走吧 黄小恰 老王 谁要开了 老王 老王 这咋的 这你们爷儿俩也都换上了 哎呀 我穿着这个可累了 你是不是也挺累 我看见你就不累了 你累了 我亲爱的俊儿 哎呦 你们都好好说话 我还是习惯听你叫我老黄 俊儿 俊儿的 当孩子面都不好意思了 黄奶奶 我爷爷晚上做梦 就这么叫 你这么叫 这就叫 嘴是安个把门的 你心里不有语吗 你给我叫啥 你给我叫啥 烈烈烈 哎呦 我的妈 能不能好好说话 叫哪人 这你俩今天撒的了一个 绢儿 烈烈 哎呦 我就这么爽 行了行了 别说了 不是让我来吃饭吗 饭搁哪呢 黄奶奶 你别着急啊 饭搁饭店里一块儿吃 上饭店吃好省事 是吧 走 上饭店 哎哎哎哎 那个俊儿啊 咱是不是在烙会儿 烙会儿 对 对 对 吃饭前先烙会儿 烙会儿就烙会儿 坐 哎 别坐 坐这 别坐 请坐 我到底坐哪儿啊 这个家你说了算 你愿意坐哪儿坐哪儿吧 你就是 就坐这儿 我跟你说啊 我王叔看您来高兴 都找着北了 什么是咋的 东啊西啊南啊 都丢了 哎呀嘛 这孩子说啥呢 这两个孩子 一点都不会形容 我今天这是勒缝子 我 你看我王叔人多好啊 又勤快又善良 还可知道心疼人了呢 是王叔 黄奶奶 你要是嫁过来 你就降服去把你救 对 黄姨 你要是嫁给我王叔啊 我王叔肯定可疼你了 那真是 含在嘴里怕化了 捧在手心怕掉了 那得把您像皇后一样供着 像皇后一样供着 像皇后一样供着 哎呀得得得 这俩小嘴巴巴巴巴巴的 不用说了 你王叔啥样 我心里有事 有事就好 有事就好 我再给你们拿点糖果去啊 哎呀我去吧 不用不用不用 买个水腰开了 准备好吗 准备好了 啥准备好了 黄奶奶 您就瞧好吧 Ladies and gentlemen 老少爷们儿 你说好门 几栋人心的时刻 马上就要 来到了 不要嫁给别人 一定要嫁给我 带着你的妹妹 带着你的家庄 看着那么出人 哎呀我去买你们 这是唱的哪一出啊 干啥呢这是啊 我宣布 王属下黄姨的求婚仪式 正式开始 求婚 看什么 呀 哈哈哈哈 哎呀 是求婚 不是拜年 单独 我亲爱的 娟儿 嫁给我吧 哎呀妈呀 磕疹死我了 娟儿 我挡着所有的邻居 向你发誓 从今天开始 我这一辈子就爱你一个人 噔噔噔噔 你来到安家之后 财政大权 财政大权为你管理 贩我做 衣服我洗 遥控器 全贵你 你愿意看 遥宁被逝的 欢乐 范米丽 我陪着你 我最喜欢里边的 荒潇 他怎么看都不如你 嫁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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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说了 我说咋让我今儿穿这身衣服呢 一点精神准备都没有 不行 别说了 去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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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哎呀 不行 绝对不行 哎呀 老王 必须行 别整这事 对 等没有人了 俺俩再整 哎呀 小米粒啊 黄姨多疼你啊 你咋还跟我撒谎呢 哎呀 黄姨 您就说 你现在幸福吗 幸福 要是不穿这件衣服 更幸福 过了吧 爷爷 你高兴不 高兴 我又不带这个哈 更高兴 看来呀 你那锅水是开了 对 我这边啊 还有八八连呢 孙儿 您放心 从现在开始 就烧你这锅水 好吧 还好 嘿嘿嘿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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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好 嘿嘿嘿 那个小米粒 哎 你看今天您棒着王叔叔 还有黄姨这么一个大忙 我得好好谢谢你啊 哎呀 谢谢啥呢 不应该的吗 嘿 不是你不知道 我和黄姨啊 出了这么长世界见了 要是没有你 说正事 啊 就是啊 就是啊 那个 等你结婚了 俺俩一定送你一个老大老大大红帽 应该 嘿嘿嘿嘿 我不着急 人家现在还没有对象 哎呀 那你得抓紧了 对 这事可不能耽误 哎 要不叫那黄姨给介绍一个啊 那黄姨身边就见成了 嘿嘿嘿嘿 呀 你还别说 我身边啊 真有一个合适的 黄奶奶 爷爷 我这锅水要开了 马上开 你说的是不是 是啊 就跟你演姐妹那小伙子 啊 我知道了 就是跟我一块演话剧 那个陆娟啊 对呀 当时你才演孕妇 啊 那个什么 我在家排练的时候啊 我大姐夫二姐夫看见以后 还以为我真怀孕了呢 哈哈 哎呀 这锅 你们一说那个陆锅那个小子 能赶上安架小气好吗 哎呀 那小伙子啊 长得高高瘦瘦的可帅了 我老喜欢他了 是吗 你也见过呀 我 我见过吗 哎呀 你见过 哎呀 我特别喜欢他 经常帮我办事 可以说他能当我办个家 哎 他说啥 我可信了 啊 你什么那个小伙儿啊 啊 嘿嘿 你见过吗 我顺便爬呗 我见过 挺好的 哈哈哈哈 爷爷 爷爷 请你过来一下吧 那个 你 你 你 快了 怎么 怎么 你啥意思啊 怎么了 我这边水不仅没开 你咋把你下别人过里边了呢 对 这就真人在书 你不懂 这黄下了 这个米还没下 你回来 你回来 那个米莉 那个黄姨刚才给你介绍的那个撸句 你是不是觉得不行啊 我觉得吧 那个人吧 怎么说呢 怎么说 还行吧 还行 还行那就是不行 对 对 我喜欢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那个小米莉 结婚是一辈子的事 我跟你说啊 你不能光看身高 你得看长相 哈哈哈哈 这个当然 长相不重要 你得看人品 那个 那个 黄奶奶 我觉得吧 小米莉应该找个啥样的呢 对她真心好的 两肋插刀的 掏心肺腑的 你知道 就是 输个小分头的 所以你说几个吧 你猜出来了 啥 哎 你看我这孙子怎么样 哎呀老王啊 你这孙子太好了 黄奶奶 我师父挺好的 真好 太懂事了 都知道操心你小姑的回事了 不能是小姑 千万不能是小姑 哎呀 小欠啊 你别不好意思 黄奶奶早就看出来了 你是真心实意关心你小姑 哎 小米莉啊 你以后好好谢谢小欠 是 那个 我谢谢你了啊 大侄 不大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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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侄啊 不是 爷爷 爷爷 都侮侄了 说话呀 差别了 差别了 美业卷啊 我觉得哈 我感觉吧 你是不是感觉陆君和小米莉 绝配 爷爷 问你 想好了再说 我感觉吧 这个小欠说的也得 你找个像 你不能光看这个人长得这个个儿够 也不能光看这个人长得这个好会 对不对 长得好 信不好 不行啊 长得不好 信好 就可以 你长得好信不好他俩就过不好 你长得不好信好他俩就能过得好 骗了 我跟你说呀 要是长得好心也好呢 那就更好了 哎呀我心中了 陆君和小米莉 偏伤的一对 哎呀我说 命运呐 哈哈哈哈 他咋的了 有没有点出息 看爷爷 对对对 这儿 这儿 我说的不对 对 说的太对了 哈哈哈哈 你说的太对了 不 爷爷 我是看出来了 你是不是要叛变呢 我叛变呢 你还看不出来吗 今天这个形式 只能保一哥了 我成熟就能不能帮你形象 不行 凭啥呀 我是那爷 我这么大岁数 找个这么漂亮的 我容易吗 叛徒 他过你呢 您俩说啥呢 他说你说的有理啊 哎呀这事啊 那我就做主了 一会儿就给陆君打电话 约你们俩明天见面 哎呀 你听我说 哎呀 大跳碗了又烫了 不是这么回事啊 哎呀 这怎么回事呢 我和我爷商量好吧 把你们俩起到家里边来 我爷俩呢 要向你们俩发起爱的充分 对 没养到我爷成功了 我这碗水呀 烧楼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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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哎呀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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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明白呀 小倩啊 你是爱上小米粒了 对 不对 你小猪那大味的 你俩不合适 咋不合适啊 俩不是亲戚 没有血缘关系 不是 你没有血缘关系 你能不能做 你别说话了 我比小米粒还大了 说一点 那么论的话 她得还我叫哥呢 我就喜欢小米粒 我就爱她 爱咋咋地 小米粒啊 你爱她吗 我 我 不用说了 黄姨都明白了 你该忙啥忙啥去 别听她的 那行了 黄姨 黄叔 再见啊 再见 我走了啊 大姐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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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是没说不行吗 你追她呀 对哈 小米粒啊 小米粒 我爱你啊 我爱你 喂 喂 他是你小姑 别听你爷爷点 你听奶奶说 喂啊 咱俩今天还挺饭 真快吃饭了 那别整鱼 就都关门了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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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